我覺得這個志漢小姐姐辛苦了 因為他的那個副主任迟迟都還沒找到 所以他難得出燈馬上 馬上就是出燈板上召開第一個記者會 就想要找就想要打那個禁新聞 NCC的問題 結果看板一拿出來 哎呦 logo又搞錯了 對戰狼小姐姐的小弟 您偷看了就很不高興 找他麻煩 說這個logo明明就不是禁新聞 明明就是禁週刊的 重點來了 重點記者還當場在這個臉 這個在這個所謂的群組裡面 就表示抗議 陳志然小姐姐人生難得 第一次跟記者道歉 說不好意思 我們放錯logo 下次會改進 可見可見戰狼姐姐絕對 心不在焉 因為脫原子湯的事情 當證人這件事 對就是昨天 對啊 而且可能他那個五百塊還沒花完 所以才突然間又沒搞定這個 突然腦霧 對對對 所以在這裡請智漢姐姐 這個五百塊趕快花掉 不要放著 那個又不是這個子族式請的 對不對 五百塊買咖啡請大家喝 拿來PO電腦也可以 這個登登登登登登登 今天要講的是網友的蕭伯 成語字典 蕭伯成語字典叫做灰飛 燕滅 灰灑的灰咖啡的灰 這什麼意思呢 指的是高文安下達這個滅證的指令 要求助理使用這個灰灑潑咖啡 等等的方式 讓主機壞掉 那好像就是要把他湮滅證據 其實這一些這個新聞 確實是獨家是這個墮落的媒體 今天民眾黨說這些墮落的媒體 結果沒想到是藍莓聯合報 沒想到是聯合報 查清楚好不好 對 那這篇報導 因為他講的已經非常仔細了 譬如說是這個前助理謝玲 他說了什麼 說這個高安希望黃靈慧 要像遭到外力班 潑咖啡之類的方式 讓這個主機壞掉 主機壞掉 那這個前助理黃靈慧說 這個高安確實有這樣告訴我 但我沒有這麼做 因為不能破壞立法院的公務 而且高安如果正下這個令 限助理於不義 重點來了 你看他今天的這個律師就說 這個可能就是什麼 段障區域有的沒的 依照我們民眾黨的個性 我們民眾黨是最派的 我們第一時間一定 一定告以送紙報 那是 對啊一定告 所以跟你講聯合報一定告他 怎麼會不告 結果沒告啊 沒告 所以這恐怕是真的機率比較高 對嗎 那這樣子的結果之下 你要知道 這一次我們高宏安可是出現是安安黃金般的陣容 為什麼因為他的這個所謂一般人帶律師都沒有那麼強的 三個律師這三個律師分別是有當這個當過這高等法院發言人的黃 黃士華 還有這個新北地檢署黑金組的檢察官陳建良 還有這個北檢檢察官陳中豪 其實黃金陣容 但是你要知道 因為這個案子 我跟你講 真的有一點點法學常識的都不敢出來說他沒有罪 就像黃珊珊曾經說嘛 啊頂多是炸雞 黃珊珊是不是這樣說過 好那問題來了 高宏安不只是這一件事情 高宏安還有什麼事 支撤會跟高宏安的調解破局了 所以他的這個博士論文抄襲的這個抄襲案 北院還要重新再審理 OK 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就是這個馮光遠先生啊 調皮的馮光遠啊 就之前就寫臉書嗆他幾句啊 結果高宏安就告 結果你知道嗎 被馮光遠指抄襲人渣俗辣 高宏安的申請致訴遭駁 博迴 天啊法院認證了嘛 法院認證人籤 俗辣這些可不可以唸我我也不知道 我們講人間極貧好了 對啦被駁回了 可見高宏安的官司 他是其實是一個堆疊在另外一個 接下來就民眾有發生這麼多事情 總為了好消息 對我們這個黃淨小姐 這個學姐結婚了 恭喜她結婚了 看能不能衝衝洗啊 對但是很多人想說完了 為什麼 學姐死壞了 真的心死 以前想說死壞還可以活標 這真的結婚了 就很難標了 好 那接著呢 大家就在想 我的寶寶呢 楊貞 那個楊寶貞寶寶呢 於是 登登登登 這個獨角戲書房 網友的陳語又來了 陳語又來了 親生異貞 意思是楊寶貞 梨花帶淚的佛認內鬥 失去了這個黨團副主任跟發言人後 卻又童框說這個童框跟蔡壁如童框啊 蔡壁如曾經說什麼 回黨之後讓位死得很慘 結果沒想到 今天我們發現這個徐千晴小姐 繼續回國擔任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 所以其實網友 情生異貞 情生異貞 那就網友就之前就在揣測 為什麼楊寶貞會累傻 到底是因為誰 結果我顯然答案就公佈了